好 新聞頭條我們就先來看到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嫌收賄500萬元 桃園地方法院在11號第三度開羈押庭 裁定羈押禁見 那麼庭中檢方指出了鄭文燦5號 被傳喚前幾個小時 就知道檢調將上門早已逆妥了達辯方向 那法官也認為鄭文燦可能逃亡 而且政商關係密切有羈押的必要 那鄭文燦在法院裁定之後 昨晚是單獨一人被專車借送桃園看守所 他的律師連夜提出抗告 那桃園也在晚間9點40分 以專車將券證送往了高院 那高院收券之後 最快在今天會做出裁定 那就有消息指出了 當年鄭文燦她貨報得知 偵辦機密竟然是轉告地主 那麼地主在與其他人通話的時候 竟然就毫不掩飾的直言 電話談事情不安全 還有其他人在聽等等 檢調驚覺有內鬼已經分案一併調查 我們來看到為了要圍堵中國的鋼鋁 利用墨西哥洗產地規避關稅 美國與墨西哥現在聯手合作 祭出了新措施 對使用中國鋼材或者是鋁的墨西哥進口產品 要分別徵收25%和10%的關稅 那這樣的舉動就被認為是美國總統拜登 在大選越來越激烈之際 爭取包含美國聯合鋼鐵工會在內選票的舉動 嗲嗲嗲哲嗲 嗲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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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嗲 dah嗲 başka 他爸爸爸爸爸爸好友蝨 來看一下 又調分枅 不要 反 sites Pon Knock 到 create hic 破